市長為提出出營以來這幾鄉中央進出營會 大力來推動檢查煩臨和時期的建設 收集中間前台漢人的跡境 到目前已經起床了思考了 跟京軍由臺灣町町執佈慧教的節目前來出營 他第二次日地時期的片段 日前也正是完工 這四棟都是在榕町裡面非常主要的一個建物 那這些建物其實是很多劇組在拍攝所謂的時代劇 尤其日時期的場景非常重要的一些設施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透過這樣子的機會 也希望說讓更多的劇組知道說有這樣子的場景 歡迎大家隨時到我們的案內影視基地來拍片來取景 此後文化球十八號特別辦理完工的記者會 向外界來說明已經兩期結尾的進度 也還有後續第三期的幾位 文化球這次 華南央士基地有得完的歷史的重景 這次鑑定的片段有系統上點鑑定的建築 可以提供相關的劇組作為拍片的重景 這也是目前全台為日本史基上的跡境 因為我們目前是一起一起的在興建整個片場 所以陸續的都是以片場的場景為主 那有關設備的部分這也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希望能夠來提供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一個倉庫已經修好了 那在今年也希望打造一個攝影棚 所以未來在一些設備器材的提供上 我們希望也能夠做到更好的一個服務 文化球政治部表示 稍後會建設向中央進出台幼1億4千萬 來完成第三期中央的建設 也要稍微精細投入建築 讓中央更加符合到 就做實際的適用的訴求 歡迎送為由一個亞視團隊來台南出境 重量替台灣的亞視的選擇來打拚 南天新聞為大家檢視彩虹報道